好 那么国内呢 三太子国际男王挑战赛 台湾地主好手陆续登场了 来看到男双部分 李星汉以及王建福各自和搭档 闯过第一轮 对 另外还要看到的是单打的部分 台湾一哥鲁彦勋只花了一个小时 他就已直落两盘 解决了日本选手任睦拓人 晋级八强 鲁彦勋强势取分 在三太子杯单打第二轮 面对日本好手任睦拓人 台湾一哥只花了23分钟 就以6比1收下第一盘 第二盘仁木拓人发挥缠斗精神 就了六个破发点 不过鲁彦勋技高一筹 虽然情绪稍微受到判决影响 仍然稳住阵脚 以6比3再受第二盘晋级八强 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的对手 我会越来越强 然后实力越来越好 所以我觉得当然能到进到 是一件好的事情 表示说我还是在这个比赛当中 台湾网球好手陆续出赛 也纷纷传出捷报 双打部分21岁的王介甫 打档拿过四次双打冠军的 澳洲好手Matthew Abdon 顺利以直落二晋级 也从前辈身上学到不少经验 从来到这边第一天开始 我就有跟他开始一起练球 然后他有看我的状况如何怎么样 然后他教我一些 就是双打的战术 配合的还蛮好的 他说什么我都可以做出来 我跟他说我的 就是优点 然后缺点哪些 他说OK没有问题 他也知道 然后就可以互相cover一下 王介甫今年初接受了 Risha Gaskett前教练 Gyumpeo指导 一个多月时间进步不少 这次选择挑战比自己实力层 及相对更高的三太子杯 也希望一场一场奋战 继续展现练习成果 UGN TV 许家荣张一琪台北报道